网上举办素食食谱竞赛 马来西亚志工分享 疫情限制了社交模式 劝速计划也跟着改变 从健康科学角度切入 邀请民众透过素食21天 体验身体的改变 而食物是一个媒介的工具 最重要是我们可以吸引大众 进入素食的这一个大环境 劝速大使黄巧瑜 就读吉隆坡慈济国际学校 虽然还是个中学生 却发愿劝速 认真地帮响应素食的邻居 计算成效 遥远的非洲国杜辛巴威 一位因车祸陷入生活困境的 杜格拉斯 志工们长期陪伴关怀 辅导他从养鸡 转行种植菇类为生 他知道说这种是用业力限制 他也因为得到吃剂的协助 所以当下全家都是无数 新巴威的劝速从绝景 整地种菜开始 并协助村民把生产过剩的香蕉 再制成翠片或面包 帮助需要的人 苏醒年代不分地区 也不分贫富 大爱新闻花莲综合报导 大雨过后有街友全身淋湿 躲在公厕瑟瑟发抖 被巡逻的玻璃师大人给发现 赶紧拿来二手衣替换 也提供了热食温暖他的心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监て Aside